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620集 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怎么回事 我们这一脉 大多数都修炼成了精怪 不得不说 我们这一脉在修炼上 还是挺有天赋的 这精怪先是自夸了一句 而我们这一脉的佼佼者 便是芙蓉镇的那只精怪 他十年前实力处于第三井 同时也是我们这一脉的欧哥 钦佩的对象 可十年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的实力一落千丈 变成了第一井第一段的实力 经过这五年的修炼 方才有了这般的实力 你说我活了几百年了 却被人家后来这居上 他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我再问你问题 你少一些感叹 时间宝贵 张帆打断了精怪的话 文言 精怪的眼神里闪过了一抹尴尬 方言这时候 也是有些唏嘘地说 没想到啊 这精怪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张帆则是继续询问 三玄殿里面 又一只精怪 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也不知道那精怪是什么身份 跟芙蓉阁的精怪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不过能看得出来 芙蓉阁里面的精怪 十分重视三玄阁里面那只精怪 那你知道芙蓉阁精怪 和袁书大使的关系吗 这个我还真的知道一些 五年前 他来教堂里面找过我 跟我发了半天牢草 而且还十分的愤怒 他告诉我 他本以为可以培养一个得力助手 没想到 却培养出了一个冤家 这个冤家 还把他最重要的东西 交给了别人 五年前 最重要的东西 张帆听了眸光一亮 紧跟着问道 这东西 是不是一只沐鱼啊 对对对 就是一个沐鱼 教堂精怪连连点头 您怎么知道 这沐鱼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当时问他 他不让我问 也没有告诉我 这个我告诉你 对于你来说也没什么意义 从这蛇精话中的意思来看呢 袁书大师并没有通过 芙蓉堂精怪的同意 便把墨鱼 交给了古来村的村民了 你还知道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其他的什么情况吗 昨天上午 他把那一对狗男女 给我送了过来 我把那对狗男女 给安顿好了 和对方聊天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云书这个狗杂种 对我是越来越苛刻了 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会选中的他 我感觉 他们两个间的矛盾 应该比五年前 更加激化了 好对了 他说完这话以后 又说了一句 你不是自明清高 不和我同流合污吗 你不是婆子心肠吗 我这就让你死在这上面 碎了你的心愿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浮现出了一股 无比猙獰 阴朗的笑容 听到蛇精的话 张凡和方眼的眉头 同时皱了起来 如此看来 芙蓉阁精怪 很可能给云书大师 设了一个大杀诀 那精怪有没有说 云书大师在哪 有没有说 他给云书大师 设了什么诀 从云书大师斥责打瓦 所赚取不义之财 还有把沐浴交给古来村村民 帮助村民 镇压邪碎这两件事情来看 云书大师 应该是一个善良之人 对于这样的人 张凡自然是关心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他只跟我说了这些 闻言 方眼的带着强烈质疑的目光 立刻便投降了这教堂精怪 发现方眼的目光 那精怪急忙开口 两位大师 我和那个精怪虽然是亲戚 但是人家压根就看不上我 这也是有求于我才来找到我 不然的话 估计都不会正眼看我的 更加不要说搭理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跟我透露太多情况 他来拉萨市已经十多年了 我们两个一共也就接触过这么两回 我刚才已经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您了 绝对没有半句虚言呢 张凡闻言看了看那精怪 他倒是也并不担心对方会说谎 毕竟张凡事先已经和他说明了 如果这精怪说了谎 张凡便会让他魂飞魄散 在这样的压力下 这精怪理应是不敢说谎的 虽说这精怪所知东西并不多 但是张凡仍旧是有一些收获 至少他知道了 芙蓉格精怪在十年之前 乃是一位强者 也让他彻底地确定了 这精怪和云书大师不合的关系了 最重要的是 张凡获悉了 这精怪要给云书大师布下一个杀局 好了你先进来吧 张凡从书包里面把小瓷瓶取了出来 打开瓶塞说 等这事解决完了 我就送你金银草地府 蛇精看了眼张凡 而后缓缓地飘进小瓷瓶里 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张凡沉声说 咱们接下来要尽快找到云书大师 把他救下来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那么一切问题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两人这段时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令得两人收获颇风 两人按部就班地对事情进行查探 串联起了一个一个的关键人物 使得两人把很多事情都给捋顺了 这为他们制定继续调查的证据方针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方言看了一眼张凡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紧跟着又说 蛇精和打瓦都不知小云书大师的去向 咱们上哪儿去找他呀 这个也是我挠头的地方 张凡也是微微叹息 此刻他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两下 看了看时间已经是饭口了 走吧 咱们先吃饭 一边吃饭一边想 好 先吃饭 随后 两人便去了酒店餐厅 点了一些饭菜 边吃边聊 两人喝了杯酒 提了解乏 吃完饭后 方言重重叹息 先生 你想到找云书大师的办法了吗 我这可是啥也没有想到啊 张凡猛地把头抬起来 把目光投向方言 声音低沉地说道 几零还需系令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